今天给大家看一部宅男看到真子从电视机里爬出来 不仅没有被吓到 反而和真子结婚过日子的电影 亲切的真子 故事是这样子的 话说咱们的男主狗生是一个名不其实的宅男 这条他手里拿着薯片正在家看世界杯 突然灯就灭了 电视机的屏幕也变成了雪花瓶 而且还伴随着各种诡异刺耳的响声 狗生也没多想随手把电视机给关了 这时电话又响了 狗生刚要去接 结果扭头一看 竟然看到了鼎鼎大名的女鬼真子 正从电视机往外走呢 给狗生差点吓尿了 但狗生不愧是资深技术宅 赶紧百度搜索一下对付真子的办法 毕竟党和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 我们要达到一切牛鬼蛇神 第一个办法当然是把电视机电源拔掉就好了嘛 看你真子还怎么出来 不过即便是拔掉了电源 真子还是往外走 这不科学呀 第二个办法就是把电视机的屏幕对准墙壁 这样真子也就出不来了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毕竟真子人家是鬼呀 力气大 所以还是失败了 接着狗生又化身成为毛山道士 大蒜扶持十字架 驱给法器一起上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真子还是继续往外爬 还顺手抢了一头大蒜啃 第三招是用火烧 可惜人家真子天生火焰免疫 在享受高温桑纳的同时 靠了一只鸡翅板 问狗生你呲不呲 接着狗生化身成为叶问 把真子按到地上 对着脑袋就是一对小群群 万万没想到真子竟然一口咬向了狗生的关键部位 躺地他是嗷嗷子叫唤 真子呀 你也真吓得去口啊 自此狗生没招了 放弃了抵抗 真子倒也并没有伤害他 就是成天跟着他 刷牙吃饭打游戏 行影不离不离不弃 狗生一看 硬的不行咱就来软的 真子的怨念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不关怀不诚实 只要我用爱来感化他 必定奏效 必定奏效 于是狗生决定了 他要泡真子 果然真子看到单膝跪地 手拿鲜花的狗生 瞬间就沉沦了 真子呀真子 不是我说你 作为女鬼皆数一数二的女神 你的职业操受呢 矜持点好不好 从此狗生也不害怕真子了 俩人和平有爱 过上了哼哼哈记的幸福生活 还生了一堆小真子 你甘心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个洒道理 爱情是不分年龄 种族甚至是阴阳的 只要人人都充满爱 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好了 今天又卡在这 老姐们不要点赞加关注 拜拜了